来 来 吃包子 这是什么包子啊 这是马粪 你拿马粪给我吃 这 这 这明明就是包子嘛 这是什么包子啊 就是马粪 那 那这不是包子 那什么是包子啊 这 这个 这才是包子 我请你吃 你敢耍我你 我没耍你啊 我怎么刷你了 这是天上的包子 请你吃 居然不给面子 不给面子 你不给面子 你不给我面子 不给面子 不给 好了 你说这是包子 那我就请你吃包子 好 好 我让你吃包子 吃 吃 吃 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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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注意来了 啊 你知道吗 赶紧 赶紧放了我 如果等天兵来到的时候 你们就有麻烦了 快 快把我放了 薄金 薄金 你看着我 是我 我是赢猪 赢猪 哦 我知道了 你们都是想来害我的 你们休想 我的天兵就快到了 到了你们就只有死 你看看我 我是 我是赢猪 别碰我 别碰我 薄金 你怎么了 别碰我 别碰我 娘娘 娘娘 我弟父给我十万天兵 派我来杀你们 他们一到 我会把你们全部的杀 杀 杀 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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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过过过 走 走 我带你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跟我走啊薄金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天地之子 娘娘 薄金 你满意了吧 这下你满意了吧 你把你的王兄逼成这样 你逼疯了太后 又逼疯了太上王 周浩 你难道真要重判亲离 做孤家寡人吗 不是我逼他的 我根本就没有帮他 你这样比杀了他还狠毒 你甘心下旨 释放薄金 我带他回南华宫去养你 陛下 针锋 甲锋 现在还尚未可知 不能释放 你说什么 你这无耻的狗贼 到现在你还蛊惑陛下 你不会有好下场 谁知道他 他是不是在演一出苦肉计 你 宁安说得有理 他针锋 甲锋还不知道 戴古查明之后再也不知 什么 你 你 你怎么会变得如此残忍 当年的那个 峡谷柔场 宅心仁后的勇家侯 到哪里去了 我对你太失望了 简直失望到底 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他可是你的同胞 救命 娘娘 映住 映住 白爷 诺 娘娘 小心啊 陛下 那薄剑呢 看好的 知道了 太阳 怎么好顿顿的人突然就疯了呢 娘娘 你不必担心 太上王他吉人自有天相 应该还有回旋的余地 众豪如今不肯放了他 臣已告知兰恩 凭他三寸之蛇 去游说众豪 放回太上王 然后我们再进行医治 是 太上王定会康复的 是啊 娘娘 你就不要担心了 你带太医给太上王诊断过了 是 他可是针锋 是 把太医的诊断文书给固呈上来 太医说 太上王由于久居南华宫 郁郁寡欢 所以致使辛勤苦闷 再加之 他害怕陛下至罪于他 所以 太上王他整天提心吊胆 前日 您夜里 派人去拿人 加上 侍卫们如狼似虎 宁安 他又 又耀武扬威 所以 造成了太上王 惊吓过度 导致了 失心疯 兰恩啊 在 现在这搏剑 估该如何处置他 陛下 容奴才说句大胆放肆的话 说 陛下防范太上王 您又处处提防着他 不就是怕他勾结外臣 阴谋篡位吗 如今 太上王他已经疯了 一个废人 毫无一点利用价值啊 如果你现在 再把他给杀了 那你如何面对百姓 面对逝去的先王啊 不如 你把他放了 以博取人心 放了 陛下 你一个堂堂的 异国之君啊 怎么会去跟一个疯子计较呢 啊 此事姑再考虑考虑 你先下去吧 谢陛下 陛下 兰恩乘上来太院的文书 说搏剑是真的疯了 陛下 兰公公他身为中常侍 在宫里一手遮天 就这么一个区区太医院的文书 对他来说 简直是易如反掌 那你的意思 这个调臣是假的 奴才也没这么说 那你什么意思 陛下 奴才的意思是说 不管他搏剑是真风还是假风 都不能放过他 你让我杀了他 如果陛下下不了手 奴才愿意带牢 不行 顾要再去看看他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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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么晚才拿东西给我吃 知道我是谁吗 天地之子 太上王 您恕罪 奴才这不是来了吗 太上王 来 吃包子 这是什么包子啊 这是马粪 您拿马粪给我吃 这 这明明就是包子吧 这是什么包子 就是马粪 这 这 那 这不是包子 那什么是包子 这 这个 这 这 这才是包子 我请你吃 你 你敢耍我你 我没耍你啊 我怎么耍你了 这是天上的包子 请你吃居然不给面子 不给面子 你不给面子 你不给我面子 不给面子 不给 好啊 你说这是包子 好 那我就请你吃包子 好 好啊 我让你吃包子 吃 吃 吃 来 好 好吃啊 你 你这个疯子 超好吃 陛下 你等等 好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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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难道是天意 把他给放了吧 快 把他带走 抬回南华宫 喏 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 凭什么抓我 知道我是谁吗 天地之子 好吃 是啊 快 快传太医 喏 陛下 放心 我没事 太上王 你真的没事吗 你没疯 对吗 没疯 我是装的 装的 当时我没有办法 我才这么做好 太好了 都是臣无能 让您受此磨难 臣该死 没事 过去了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太上王 您放心 今日之羞辱 但事成之后 定叫众豪宁安 十倍承还 伯金 你让我担心死了 没事了 众豪宁安 你们的所作所为 我们都给你们记着 太上王 自古成大事者 都要忍辱负重 都过去了 都过去了 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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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才宁安 进城全草原最伟大的可汗 薄言贴墨尔 大汗玉兰 奴才已经使出手段 令魏国王室同事操戈 获起萧强 如今 魏国王室内户 世子疏结被废 王子西康夭折 太后赵姬病死 王后紫燕身亡 仲豪搏剑 手足相残 仲豪 以至搏剑封殿 朝中 奴才已尽力挑拨 大司马邝杰 与相国领斩不合 大将军手艺兵权背脚 忠常是兰恩施主 此时 正是大魏最为脆弱之时 奴才跟进可汗 立即派大军攻打魏国 一战可平 届时 可汗兵临城下 引马中原 奴才将打开魏国城门 为可汗牵马坠凳 以报可汗 提邪之恩 可汗 可汗 魏国阉人宁安的书信 可汗 可汗 如今白嫡魏国 才开始通商 族人刚刚过几天安稳日子 民心所向不愿交战 前日大将军俄森 冒天下之大不韦 储兵恭卫 全军覆没子文身亡 可汗 我们不能再一意孤行 这样会失去民心的 对啊 你说得没错 本汉自知 天命所归 就要去见我白嫡的 列祖列宗了 我白嫡 以后就靠你们了 我 我死之后 又妥妥 继承韩威 王后拖牙 剑莫 太师 哈龙 扶正 莽巴 为大将军 统领军务 你们切记 要辅佐少主 以民为本 休押圣兮 万不可轻动刀兵 劳民伤财 我说的话 你们 都听明白了吗 你们 都记住了吗 你 千尊可汉 挥 包朝 今天我们不成功 变成人 陛下放心 臣等都已安排好了 我们誓死拥戴陛下登基 我们赶紧动身吧 姑娘 先去跟营珠道个别 陛下 这都已经什么时候了 剑在弦上刻不容缓 陛下还有儿女情长吗 陛下 速去速回吧 古物必进去 与营珠道别 营珠 我要拿回我失去的一切 你真的 都考虑清楚了 我要为苏牙报仇 我要细刷我的耻辱 也是为了你 臣妾不能陪你上战场 就让她陪军征战 伴军凯旋吧 你一定要回来啊 姑一定会回来 伯剑 我阻止不了你 那就只能 祈求你平平安安了 我会等你 你一定要平安回来 别让我担心 我回来的时候 你就又是大魏的王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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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上王 大将军等的不耐防了 好 等我 好 出兵 好 我们兵分两路 我去控制国渡九门 兰公公和矿杰大人 带兵攻打王公 一旦拿下王公 立即召集百官 宣布宣王复位 废除冥王年号 遵命 准备 出发 伯剑 嵂子 前面 小门 一路 二路 再来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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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路 一路 感谢观看